机动市议员莲恩典亲自拿着除草的镰刀 特地带着服务处秘书急忙上山 拆除两张大型鸟网 幸好没有发现台湾蓝雀的尸体 这是因为莲恩典和庙宇的师傅 在6月16日 联手抢救两只受困在鸟网里面 命悬一线的猫头鹰和夜路后 由于听闻鸟网中还有多只台湾蓝雀已经受害 听说上面有沾了将近20只蓝雀 待会我等下一定要上山看一下 马上我们会把这个网子拆掉 不要让其他的鸟类再受害 因此急忙上山拆除鸟网 幸好没有发现台湾蓝雀的尸体 现在到我服务处的后山这里来 发现那个鸟网大概布了有将近200公尺 非常大一张 那早上有看到一些保育类的 零角销等等的蓝雀 那现在我来看到这个网子还在 就通通把它收一收 免得再有这个无辜的受害的这些鸟儿 再沾到上面 现在反正就想尽办法 把这个替这些鸟儿除害 由于两张鸟网非常大 联恩典怀疑是鲁哥集团刻意设置的鸟网 因此呼吁民众如果在山上发现鸟类 被刻意设置的鸟网网住 如果不方便处理可以拨打1999 通报市政府相关单位前往救援 避免有其他危险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